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国奉 这两盘棋 这盘棋呢 双方对攻的还是比较精彩 他没有走中炮 他都走先知路 双方是以对兵局 然后转成这个中炮对平马开局 他又先起了个马 起马 然后黑帮马挖进七 虎方再炮出平马 对 这儿呢就形成了中炮七路马的一路变化 对 居九平八 九平八 林阳秋呢 本来是广西的御林的选手 对 这一次呢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这个现在在湖北队呢进行训练 代表的是 今年也是代表 首次代表上海队 上海队 上海队呢把他上进过来 黑帮走马上进三 江东队的老将呢 张国奉呢 这次呢还是披挂上阵 对 应该说在女甲里边 岁数是可能是比较大的 对他跟这个云南的这个推大师广 党国雷一起 去年他们也是获得了联赛第二名的成绩 向三近武 然后 他狙击 狙击 向三近武 他是进炮 他叫进炮 对张光凤比较喜欢走这个进炮 飞炮过河 飞炮过河 这一路变化呢 一般来讲呢 当然红黄会兵武级 不能打兵 打兵以后因为右翼呢 总感觉呢 对方有一些反攻的手法 飞炮过河呢 倒是一个可行的战术 对 国奉大师呢 也比较喜欢走这个旗 对攻呢比较激烈 红黄兵武级 然后黑帮再选择向三近武 这次呢 也就是说在 2018年的 11月份 对 或者说10月底开始 在广东乐昌 进行了这个六轮的女甲比赛 对 当然说这个六轮呢 这个唐丹这次发挥的比较出色 个人呢也取得了六连胜 跟这个队友 刘花一起的 是六场呢 团体都胜 所以说我们这次 北京九中会队呢 发挥的还是比较好 运气当然也比较好 有两番戏 本来我看不一定好赢 对 我们跟广东队也是这个 对攻很激烈的一个企业 是幸运获胜 然后女甲呢 是一共18场比赛 然后分为三个阶段 每阶段是六场 对 然后这次 这次我们是北京九重会俱乐部排名第一位 然后后面紧跟着应该是 这个 河北队 河北金环建设队 金环建设河北队 对 江苏这个旗翔俱乐部队排名第二 紧接着是河北金环建设队 然后后面应该是杭州燃气集团队 以及上海九城集团队 简言而知吧 对 一共有十支队伍呢 进行了争夺 以往的这个强队广东这个队呢 这个今年也是发挥 第一阶段发挥不是特别理想 广东队呢 由于这个换将 对 由于这个陈立纯呢 有个人的原因呢 这次没有参赛 也没有代表广东一队去比赛 对 广东有两队 一个广东百艺城队 还有广东乐昌队 总之呢 那这个向甲呢 从新的这个战役开始呢 也是落后广东乐昌 对 连续五年呢 都是由这个广东乐昌冠名呢 来进行 跨年度的这个女甲的争夺 在此呢 我们作为这个参赛的队伍 还有棋手呢 也对这个乐昌市政府呢 能给予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呢 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 而且是连续五届 对 乐昌呢 方方面面呢 对这个比赛呢 也非常的重视 对 包括这个 相应的各层领导呢 也都是基局的这个 主张的把这个比赛呢 做得有声有色 对 走到这儿 双方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欺谱 对 黑方呢 有泡巴金斯的选择 就是不给他拘 四季二的机会 但是张宏凤 飞医大师呢 对此呢 他还是走到比较熟悉的套路 对 他还选择这四季五 除此以外 也可以泡巴金斯 红方再泡巴品酒 黑方再试四季五 也是可以 对 但是泡巴金斯 红方还多力马三退一 这还有一个微妙的差别 这时候就 红方再举字架 他得泡巴品酒 红方泡巴品酒 林延秋呢 应该说是 柳道华 柳老师的 指导下的这个学生 所以说他这个中局呢 也是比较有力量 对 他尽管没有 完全进过专业队呢 但是也是接受了 比较专业的训练 在布局上呢 也是有了一些新的这个理解 他走局一平二 红方局九平八 黑方泡八平九 红方局八进三 就是红方呢 这个旗呢 沿着以待 对 在自己的阵型里边呢 先把这个阵势呢 摆好 准备将来呢 从中路呢 或者从七线 或者从边线 发动这个进攻和威胁 就是看看黑方怎么走 就是红方有多种呢 这个进攻的线路 比如说将来上马呢 可能就描述对方三路马 这个将来从中路进攻呢 就有可能盘头马 或者从边线 慢慢地渗透 这有多种方案 所以局八进三 总之呢 是这么一个 看看黑方怎么表态 黑方走局八进六 对 实战是禁区 以往这个旗走的最多呢 是冰走进一 对 将来呢 就是多了一个炮九进四 再拱边兵的 这种攻法 对 当然黑方也可以走 还是马七进八 对 马七进八 将来他准备从三路线呢 给红方呢 一个更多的反击 那么这路变化 可能黑方也比较熟练 那么林燕秋呢 就走的炮兔特一 这个走法 确实还比较新颖 是 他是暂时不动 将来呢 看看黑方怎么去动 黑方这个时候走炮二平一 通过这个对局呢 来减化局面 他也想打开 红方这个兵线的这个封锁 对 红方就局八进六 双方这个交换 吃掉 本次比赛呢 这个六轮棋啊 都是在这个乐昌进行的 对 乐昌呢 是位于这个广东韶关 一个县级市 应该说那个地方呢 也可以简称是越北山区 对 这个气候呢 有点像这个山部的 这个气候 应该说这个 空气非常好 非常适合于这个休闲 当地有这个著名的 这个九峰山 对 还有丹霞地貌 还有一些呢 相关的这个景点 比较适合人们呢 进行这个休闲呀 这个户外运动 那么这次比赛 我们也是安排在 这个当地的这个兰花山庄 也是特意为本次比赛呢 修建的这么一个 适合于这个比赛的 这个赛场 对 赛场是非常好 那个比赛期间啊 大家也是饱懒羞涩 一边这个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喝着这个甘烈的清泉 对 兰花公园 我们还可以看到兰花 明年三月的比赛 我们又可以去看桃花 对 本次比赛也被命名为 这个乐昌桃花杯 因为这个乐昌呢 它就是这么一个 休闲旅游的 为著称的这么一个城市 明年三月份的比赛呢 就是第三阶段呢 将在乐昌呢 进行收官战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 将于2018年的12月份 二十几号 12月下旬呢 在广东惠州的大亚湾呢 将进行第二阶段 这个也就是说七轮到12轮的争夺 对 届时也希望我们既有关注 因为届时呢 中国棋牌网 还有中国智力运动网 都会进行呢 这个相应的这个对局的选登 好 我们接着来看对局比赛 黑方呢 这个时候走了一个炮一平四 它的意图呢 就是想把这个鞭炮呢 将来尽可能的发挥一些重用 比如说将来炮出进三呀 有一些骚扰 另外这个一路炮在那个地方呢 它也容易呢受制 比如说红旺将来有送兵啊 捉马啊 拱炮这些借用的手段 所以黑方这些炮一平四呢 也是非常及时的 那么李元秋呢 面对老将 这个张宏凤呢 这个也是当年的全国军军 张宏凤的棋风呢 也是非常硬朗的 对 唐丹你也多次跟凤姐交锋吧 是 感觉怎么样呢 他这个棋风泼辣 而且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分胜负的 一个精彩的对局 他是敢于亮剑 对敢于亮剑 特别是当年呢 这个正江当年的时候呢 那个当时的状态呢 也非常神勇 曾经多次战胜 这个男子相线大师 对 所以他呢 尽管呢 这个岁数呢 是不如当年 这个状态的 那么好 但是功力呢 是犹在 特别是去年向下呢 发挥非常出色 对 现在他也担当 江苏女队的 这个教练的工作 同时 红方这个时候就 有这个兵武精英的 这个手段 他实际上 他也是兵武精英 冲 对 黑方这个时候 足武精英接受的话 他实际上也是这个 足武精英 对 他是吃掉 然后他局势平武 红方呢 就是等于 就想把自己的 把中线打开吗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现在还是想 沿着以待 对 他就选择了 马二进三 马正棋 然后看一下 红方的态度 当然呢 搞乱局势呢 又走足武精英的可能 你局武精英 他得局发平七 反正他可能觉得 马没跳上来呢 后背的力量不足 所以这招棋 也是正招 红方接下来呢 就是想 利用这个对子呢 来抢一点先手 当然这个棋呢 如果黑方接受对军呢 这个棋局也就比较平稳了 对 如果对调 红方马三 马三进武 马三进武好一点啊 他接下来可以足武级 红方炮劲 黑方也可以再马三进武 这个局面呢 黑方再马三进武 黑方的子力呢 也可以排列出 这个局面整体上来看呢 双方就基本上军事 红方略占一点先手 但是黑方这个阵型呢 也比较结实 应该说呢 也问题不大 你抛武精英的话 他抛到尽二 将来也要打你别名的气 这个走法呢 就是容易平稳 作为这个 想 这个球战的黑方来讲呢 他是不肯的 对 所以临场当中呢 张欧凤就选择了一个G8圈儿 这个棋 我们感觉呢 黑方呢 还是有点这个过于勉强 对 他G8圈儿 他想保持复杂局面嘛 然后就退回来了 是 红方接下来走G5G2 的话呢 这个棋呢 黑方肯定就逐去进行 对 其实这么走呢 红方也是可以 然后再马三进武 踢上来 其实这儿 也是形成了一个 必然要对局 你不对局 我下午用马五进三 先来吃你的泡 你逃跑 我们再马五进三 这个其实也是 红方呢 比较主动 所以说黑方这个退居呢 确实呢 似乎没有必要 那么 实战当中呢 林燕秋呢 强行呢 杜冰呢 就掀起了这个进攻的一个序幕 对 他看这个 黑方是不是七路线 也可以做些文章 比赛期间啊 这个广东的主帅 吕钦老师呢 也是亲自来到了现场 后来他在跟我们这个交流的时候 他就赞演了一下 咱们这个女甲 他说觉得这个 女子选手啊 非常敢于拼搏 全赛场啊 一盘被合补了 几乎都没有 对 我们女棋手没有被合补 就是说下平稳棋 这种风格 对 一向都是这样子 这个呢 吕老师说呢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比男子赛场呢 还有精彩 而且女子选手们非常认真 尽管有一些 这个棋的算度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 但是说的这个女子赛场呢 这个拼搏的精神 还有这种认真的这种氛围呢 确实呢 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大家呢 还是呢 专心之志的去下棋 争取呢 以这个精彩的棋局呢 回报给我们广大的起优 这点精神呢 我觉得在女甲当中的体现也非常好 那么女甲呢 也历经五年的历练呢 也逐步呢 走向了成熟的赛事 是 这个很多选手呢 也经过这个赛事呢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比如说像这个广东队 浙江队 四川队 很多这个女子选手呢 都逐步成长了起来 对 明显看出我们水平 明显是向甲以后 这个下的都 对 包括林燕修吧 他通过这个向甲 这五年的征战呢 水平也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现在兵兵兵兵 面对老冠军呢 就掀起了这个队攻 接下来黑方走炮四进三 对 炮四进三 来打马 红方 马三进四 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这个进炮啊 好像是 怎么说呢 这个比较注重于这个子力的得势了 对 但是从全局的 宏观战略上来讲呢 是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坏气 他可能看着这个先手吧 这个地方黑方应该 比较符合其理的 就是走足三级 红方 但是马进八 看起来要得子 那么黑方就可以把这个子弃掉 那么红方肯定炮七进六 对 先吃一 然后再足三平二 足三平二 那么红方也只能炮七平三 再吃一个马 黑方再足七进一 等于红方多一子 黑方这个多兵 对 红方比如说你要 居五平七什么之类的 黑方可以足五进一了 对 那你要打了呢 你这个炮也被吊 对 打了它还有兵 红方如果居 向三进一 躲一招 它也不怕你飞 它居 可以再过来 黑方可以走居八平六 就继续呢 来占领这个要道 因为你飞 它就居六平七 可以吃个像 这个局面应该说是 各有千秋 变成了黑方多足 红方多子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 应该说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七也不那么好掌握 因为你这个子力上不去嘛 是 所以说作为这个黑方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选择这种气子 来控制局面 夺势 这么一种打法 而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就是比较想 不想丢子 对 他想先把炮离开这个险地吧 然后接下来 红方就马三进四 跳 对 接下来黑方就足三级 他主要是这个炮 离开险地了 你再把自己妈呢 你又登不着这个炮了 对 那接下来红方就走居五平六 把这个炮呢捉住 实际这个棋呢 我也看出我们这个女子选手啊 比较注重于这个子力的 直接的得失 是 这里呢 值得提出的是啊 红方这个棋呢 最佳的功法呢 不是去捉死炮 而是选择马四进三 这个比较有难度 这招棋 临场有时候你不容易向那想 觉得还是先捉一个炮 对 你滚我 我再跳进去啊 对 先吃个大子嘛 但是呢 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呢 红方呢 最厉害是马四进三 对 那他军五平六以后 这个变化如何呢 我们呢 稍后再继续为大家讲解 各位七伙 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呢 给大家讲这个中局啊 这个林燕秋对阵张国凤 在18年到19年 全国旅甲当中的精彩对局 就说我们刚才说 红方最厉害的是马四进三 为什么呢 因为不给黑王马七进六的机会 对 这个地方你要是桌 桌的话 正好比较进行过 顺势拱 是 将来还可以在马驰中足 等于就是红方呢 这个各个大子都非常红 对 将来还可以马七进六 这儿红方呢 将控制着这个局面 并且黑方呢 这个局面还很难下 因为黑方这个子力啊 你看 这个局又进又退又退 红方呢 没有走太多的废弃 关键红方这个中路 这个中炮也挺 所以说红方这个居五平六呢 反而给了黑方一个机会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应该 毫不示弱地走马七进六 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啊 应该说黑方一点也不弱 如果你吃掉 他就吃掉 居六可以一千吃个字 对 那么黑方足迹 你这个马还不好逃 如果逃到这儿 他再捉你 你还是后手 对 当然说你有个马刺退三 退三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吃马 我打你向江 抽居 那么黑方可以走居七进二 来压进来 对 你如果打我这个 我再可以居七平三 再按住你这个马 等于还是像刚才那个阵型式的 黑方去子 但是有 或者说你打我居七平 我也可以 像我多了一个居六进二 居六进一 就这个局面啊 黑方呢是多两个足 而且位置非常好 它有一定的补偿 不是有一定的 我认为这个补偿呢 几乎是跟红方是等值的 几乎是等值的 两个足啊 两个过河足 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马 是 另外黑方这个位置呢 非常好 但是有时候下棋总觉得 少一个子啊 就是有压力嘛 对 所以说这个红方这个 选择吃子这个走法 他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确实是 就说我们下棋当中啊 对于子和行的这种 判断呢很重要 对 但是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不肯去丢子 结果这个棋呢 就比较危险 黑方这个时候 因为马轻轻顶住他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的走法 他实战他就 从五进一了 那红方 马四进三往里跳 对 然后他局发退一又一株 因为你有个马三进一 对 吃泡嘛 红方 然后红方就吃掉 然后黑方是项目中七 红方这时候走了一个马三退伍 回来 其实他炮了平三 也是不错的 对 好像平炮 这招棋好像更凶 你要为了解救 黑方也只有足够进一 那还得足够进一 那我就再把它吃掉 这个棋 黑方还是比较困难 你推炮 人家叫马七七六 是 将来马轻轻四 这个子力连环出击 将来有这些很多手段 对 这红方这个三路马还挺厉害 有还随时可以马三退伍回来 有些闪击的气 是 所以 当然他可能当时看到了 这个 我这个七路炮 对你这三路线有些危险 所以他就马三退伍回来 黑方还是就 肯定是不愿意丢子 所以他选择了足够进一 就是按照他原来的思路 就是我要 不要放弃子力 所以说要把兵给弃掉 那黑方这个棋 主要是走到这儿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 这个时候也只能弃兵 这个局面就是比较被动了 对 这时候他吃掉 这个黑方棋走得 也还挺顽强 他这个把炮退回来 现在这个棋 我们红方也没 暂时没有一些攻击的手段 那说本次的女甲争夺 应该说非常激烈 对 当然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 跟大家说了 成绩大概给大家报了一下 那么现在是赛过了六轮 对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 还将继续争夺 我想会更加激烈 对 就是在这个12月的下旬 会大家齐聚在这个 广东的这个大亚湾 到那个时候可能 这个会更加的这个明朗化 就是说的这个排名 像我们北京队 然后江苏队 河北队排名前三位 但是积分还是挺靠近的 好 我们接着来一个分析这个对局 他宋中族吃掉 黑方退炮 对 红方选择的是炮七瓶 炮七瓶三 这里边还有炮三瓶五的变化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炮七瓶五看着也挺巧的 但黑方也只能就是赶紧炮四瓶五 挂一僵 然后红方这个马五斤六僵 黑方也不能是五斤四吃 所以他几五斤四吃炮 吃冲了 那不行 对 他只能这个降五平四 然后红方这时候是最五平六 然后黑方这个走一个足三进一 这起挺巧的 下一步我准备强行再足三进一 来破坏你这个六炉线的这个攻势 但你这退马僵的话 我就可以进来 也不是杀棋 这个棋呢就是说 你正好这个炮打了 它可以再过来一个炮 对 等于说黑方这个防守还是 这个双炮防守还挺好 这个棋就是说黑方呢 看起来挺危险 但是有惊无险 是 红方也难以呢 取得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攻势 对 所以说黑方这个炮四退伍以后 这个防守还是挺好的 那他实战是炮击平三 对 他炮击平三 来打马 对 他是先交换 炮击平三他可能有个炮四平 他是先换掉 然后有一个 炮击平四 对 炮击平三 红方 炮击平三 这个红方我觉得林仁秋这种 战术手段 其实他下的还挺积极的 但是这个可能就像张老林前面说的 他可能对这个位置或者说局势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把控 因为他这个把马回来什么的 没有前面提前这个平炮 对 这种部署 这个局面 就是说红方实际上 就是说已经给了黑方充足的调整的时机 对 黑方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处理好 是 黑方可能没有注意红方这个进攻会这么的凶狠 是 实际上他走炮四平五就可以化险为一 这好有个巧招 对 这个中局这个地方 就是说在此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旗友 凡是红方这种又有三路炮又有中路炮的时候 对 往往这个攻势是比较强大的 是 它有这个 有配合 最简单的说就是红方这个几个大子 对黑方这个子有这种强硬的这种打击的力度 黑方这个时候如果走炮四平五 恰好可以化掉红势 红方如果打 黑方可以马三进五 你躲居的话 黑方马五对七 黑方还多足 如果你炮打这个的话 黑方正好有一个出降 或者直接直接举药瓶就吃了 降都不用出了 是 正好这个八路居这个位置很好 就是说这种机比如说它的居在其他位置 它这会儿也很有出降 对 这时候就有一个出降 所以说红方这个阵型本身 就是中路是存在这么一个单薄的弱点 对 所以说走到这儿 这个企业红方就只能去躲居了 躲居黑方打掉 就是一个基本是一个合棋 对 你也不能登 登也行 登江也行 反正它在职举室或跳过马 反正合棋的意味也比较浓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炮四平五是比较好 黑方不能打 如果你打掉它 它就把相退回来 应该说这个棋局 基本上就是一个合棋 对 但是可惜这个临场当中 黑方失误 他走了一个向其退伍 对 他没注意红方这里边有一个严厉的手段 红方抓住这个非常好的时机 终于果断出手了 红方大家看看 红方这个手段 他先走了一个炮轰中向 对 这招棋可以说 一举砸开了黑方的防线 黑方也只能飞了 对 只能飞掉 同方进去一吃 这只能吃这两个字 对 他这个棋最主要是借助率力了 可能这个国奉在这个 对弓当中忽略了这一点 当然这次比赛呢 有的时候也是一天下两场 这个四天当中下六场棋 对于我们选手这个体能的考验啊 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对 那我想呢 这些 这个小将呢 可能相对来讲呢 体能更充沛一点 那唐丹妮 对 连续下六天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也是 前天刚刚比赛落下帷幕 对 那你感觉这个体能方面怎么样 对 有时候就是一天下两盘的时候 尤其是慢棋 每方是六十分钟的单方用时 这个一盘棋要下个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 两个小时有时候下不完嘛 两小时下不完 就是 最起码两小时 最起码两小时 每方六十分钟 我记得第一天呢 这个 也就是说他比赛的是在三十号的时候 对 有两队选手都下到了晚上六点半 是 下午两点半开赛 就是这盘棋下了足足有四个小时 有一盘棋是马炮兵 摄像拳对马炮单距像 还有一盘棋呢 是狙马兵对狙炮摄像拳 这两盘棋呢 就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 就直接下到了 晚上的六点半 四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 是也很激烈的 对 以前有比赛从上午 一直下午一点多 最长的有五多小时 对 五多小时 所以说这个 对 体能也是挺考验的 对 当然说现在的比赛呢 节奏快 这个大家呢 也要逐步呢 适应这种赛制 就是走到这儿呢 最后呢 黑方没有办法了 其实他可能出降要顽强一点 出降 吃马再把三足拱过来 对 黑方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 忽略了这种 他以为打掉呢 结果洪峰 去吃 你在吃这个时候 他吃马 居七平五 这样他这儿有个炮三平五 对 所以这个棋 很快黑方就 坚持不住了 等于这样子 变成红帮兵种好了 红帮退居 也走得很精巧 这个棋等于黑方呢 等于白少两个像 对 然后再炮三平五 确实可能 黑方呢 这个少两像又有炮的 他点居 对 红帮上 他又回来 这个时候可能张宏凤 这个 小平 完全这个不在状态了 对 连续的这个手段 被洪峰 洪峰这个陆局很精彩 因为李左鞠他打马 然后他利用先手 把这个鞠撇在这儿 正好形成了一绝杀 鞠平不开 他只能退 他退这儿 他底下僵 对 他如果退这儿 马路近期 僵就僵死了 对 硬陷马 所以这个棋呢 最后一步棋是 洪峰一僵 下部马路近四 这儿挂脚就取胜了 对 最终呢 林安乔是 狭这个多双向 这个鞠马炮呢 形成了一个绝杀 对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看 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